請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我們很榮幸要介紹 我們整個的理事長 周中堂先生 他是美國醫學博士教授 也是世界養生委員會副主席 風光大學生物能量健康訊息實驗室計畫主持人 也是台灣養生休閒保健協會 各位理事長我們現在正式歡迎他 我們非常的歡迎我們的理財委員黃昭順 張振愷國外辦公室主任 我們今天要歡迎 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我們幾年前在做國際醫藥觀光法案三獨修正的時候 黃偉銘非常支持 而且非常的努力 在高雄這邊 跟著一盤的協會 做了一個 一百年的 在中華美國一百年的 觀光美容元年 然後真的是辦得很成功 在高雄的這個會議 然後後來又到北京去 後來為了這個觀光醫藥的修法 然後在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一年的時候 又到北京對不對 人民大會堂對不對 我們大概由黃委員正在立法院 的努力啦 糾正的努力 讓我們的團隊 配合運作 在北京 然後在高雄 喝來又在高雄市議院 同時動員了很多的觀光醫療會 而且其實這樣很多觀光醫療的成果 算起來真的都是要感謝黃昭順委員的努力跟運作 那台灣包括東南亞 在東南亞的一些觀光醫療 美國日本的一些觀光醫療 我們在他們協助之下 已經都有很多的成果了 所以大概下半中午之後 我們有個陳振榮先生跟我們的高醫師 南京辦公室的政策都在執行 所以這一切的努力的成果 其實都是要感謝黃昭順委員對不對 在一百年的時候的努力 所以有時候說 有了播種 到了最後有些結果 所以我們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是不是還是鼓勵 雙手掌聲給我們黃昭順委員對不對 還有我們太多是鼓勵 黃昭順委員 謝謝大家 一切都是因緣 火把獎因緣 有因就有果 其實真的是果然 今年20億元 世界養生大會 台北論壇跟補助醫學跟能量醫學 變得上五元堂會 算起來今天是第二場 那第一場的時候 我們在立法院辦 當然也很謝謝我們的 戰辦廠我們的黃昭順委員 把我們借立法院的辦公室 國際的肯定 那這一次為什麼要加開第二場 加開第二場 在台北師範大學辦的主要的意義 主要的意義在就是說 世界養生大會 現在在中國大陸舉辦的時候 都非常成功 就是以今年幾半來講 大概已經到了第五屆了 那如果第五屆要舉辦的話 尤其今年一開始在合肥 安徽的合肥 然後又在申俊 然後又在重慶 又在申俊 也就是每個月大概都辦一場的博覽會 再加論壇 那每次的博覽會 大概都將近五百個攤會 五百個攤會 加上各式各等的論壇 在中國大陸舉辦 這樣集結的資源 其實是對台商來講 是有很大的商機存在 台灣的商機現在是可能就是說 來自於對岸中國的商機應該是 看起來這樣 占台灣的貿易是比較大的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的 繼續在中國大陸這塊運作 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因為 觀光醫療的角度對不對 在六年前幾棟對不對 也有一些越南 美國日本的簽約合作商 其實都有了 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說 辦這個觀光醫療 觀光醫療的 還是我們的一個大會的主軸 在北京的時候 尤其是在一百零二零的時候 我到中國大陸 參加世界養生大會的時候 的成立的時候 第一屆在北京辦 第二屆在韓州辦 在韓州辦的時候 其實已經知道 我們國際醫療觀光醫 在北京推特很成功了 然後法案的三度通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醫療 醫療絕對不會只是你民間在運作而已 它到了最後一定要到國家政策 到了國家政策的時候 才會有國際的什麼 國際的認同 到了國際認同的時候 才世界認同 所以這個腳步一定要這樣走 有幸我們的團隊 花了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到現在整個完全算起來是成熟 而且取得到非常好的成果 所以中國大陸也好 美國也好 包括國際參加102年世界養生大會 將近有60個國家的大使 例如參加聯合國文化總署署長 開發署 還有包括WHO 世衛組織都有派能道 那時候我就發表了 台灣的國際醫療觀光 還有包括我們人量醫學 輔助醫學 這些在國際的發展 為什麼叫做國際發展 對台灣的能夠的協會來講的話 他們只在台灣發展 對我來講 我已經把我發展這麼多國家 日本 美國 東南亞發展的成果 呈現給聯合國看 呈現給將近80個國家的大使指導 那換個角度 這時候很多的國家 很多的國家跟我做 兩岸醫療觀光的時候 他們就會非常有很多的興趣 當然也有很多美國的觀光醫療團隊 當初在隔年派員來了 派員到華州的大會 來聽起台灣國際醫療觀光的發展 那國際醫療發展 過後我就開始在意上 有什麼項目要發展 那因為我在台灣 是中環的能量醫學協會的理事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的醫師 很多的醫師 不同科的醫師 我就請我們醫學會的醫師 對不對 定位在能量醫學 那我也跟劉大元醫師 上次在立法院發展是劉大元醫師 他是另一類醫學會的提示 方遼醫學會 保和療法醫學會 那昨天我在正清醫院 我們跟他們做了一場的交流會 吹久醫師 還有包括陳國正教授 包括台大下長理事才能 包括跟他們聊到一些要怎麼整合的角度 我說如果大家都同一個園 發展的角度 我們這幾年都有合作 很多的策略聯盟的合作 大家也不同的在不同的國家發展 但是我自己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分散的話 力量就分散掉了 台灣2000萬人口 市場其實有一定的規模 但是要跟中國大陸的 十幾億的人口的市場來比較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小了一點 那我們是有結合 不能說整合而是結合 如何結合同盟 來發展不同的領域的時候 那像我們在中國大陸 在東南亞 要南京也好 要西京也好 接近國家政策也好 接近我們過去的基礎的發展也好 我們都有一定的資源可以運作 我想講沒有什麼叫南京 沒有什麼叫西京 都沒有 就是在於我們廠商的資源 要放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當地有沒有 讓我們發展的空間 這才是重點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能夠在中國大陸發展 那我一定要去 如果今天我在馬來西亞能夠發展 我在美國發展 我在日本發展 我在菲律賓發展 我在新加坡發展 我能夠發展的出去 我一定走過去 所以其實在國家政策是定位 那我們民間的角度來講 或是說 配合中央的政策來走 走一些法援人 不足的地方 或是像防衛員 這樣子引領我們國際疫苗 觀光的法援員 走到現在 算是走出了一條順境 叫順境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說 我們將來有必要 當然有必要在台灣 把觀光疫苗的成果 在國人面前 再重新的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因為成果做成功了 必須一次一次一次的 告訴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觀光疫苗 台灣的疫苗 其實是世界來講的話 排名是在前三大名的 亞洲我們是數一數二合 所以換我講說 醫學在亞洲的市場 我們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想這是很重要 再來我再介紹幾個 我們的 就是跟我這麼多年來 在學術研討會 很支持我們大會的幾個史迪克 我覺得他們都須有專精 也在醫學的領域 有很擅長 也有獨到的研究 跟發展跟發明 我覺得他們都了不起 都很了不起 我自己也說 我這次用聯合國在台灣主辦 其實聯合國要在台灣主辦 我覺得我們台灣占盡優勢 有時候聯合國對台灣好不好 真的很好 如果你今天在合陪辦聯合國 這個世界委員會主辦的話 或是在杭州主辦的話 或是在重慶主辦的話 不好意思 你掛個承辦單位 我有給大家資料 後面的承辦單位 大概要50萬元的銀幣 主辦權 學辦權要50萬元的銀幣 學辦權要30萬元的銀幣 也就是說 我現在在這邊辦一場的話 如果是在中國大陸 重慶市場要辦的話 重慶市場要繳50萬元的銀幣 如果在杭州市場要支持50萬元的銀幣 才能掛聯合國 才能掛這個聯合國 當作什麼 當作主辦單位 這個就是世界的定位 世界的行情 你不能避免的 那我們在台灣辦 我們在台灣辦 辦的角度還是聯合國主辦單位 我們協會算是承辦單位 那世界養生物委員會跟聯合國 兩個是卡在一塊的 卡在一塊的 我是副主席 但你台灣常常講說 我要進入聯合國 要進入聯合國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最近我們台灣 在進入聯合國的先導船 有沒有什麼區域 都有點去了 但是都在門外 都在門外進不去 現在民航嘛 有沒有 現在民航 最近好像也不能參加了 對不對 我們要參加國際的 國際的這個舞台 國際的國際會議 空間看起來是越來越小 我看起來是應該越來越小 那因為我選擇是美屬賽辦政府 駐台灣辦事處的特殊 我很清楚 我們要從台灣撤掉的時候 都在搬到小巷子去 現在那個 那個歐盟 歐盟有一個天主教有沒有 天主教的那個 已經搬到巷子去了 我一定可以看得出來 後面有危機了 大使教廷 教廷要跟台灣會不會斷交 我看很危險 因為他已經把大使館牽到巷子去了 這個就是散交前的前週 跟我們今天塞班 塞班島一樣 你不要要設大使館 我就慢慢的搬到巷子去 就慢慢的把你降級 我就在台灣慢慢的降 慢慢的把你降 這樣到最後會撤掉 可能之後 最後變成一個辦事處 所以台灣的外交推進 很辛苦 但是台灣的民眾 會不會支持聯合國 我告訴你 我的角度 台灣根本就不會支持聯合國嗎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官方對聯合國 都好不清楚 民眾對聯合國印象是零 叫零 我才來跟你講 這個叫零 我為什麼大膽跟你這樣講 我民國九五三年辦 世界衛生組織 六十三個國家溫泉大會 在台灣辦的時候 我都還不敢收費 不敢收費 不敢對台灣的民眾收費 十二年前 有沒有 陳馬中先生 他是總執行長 不敢對台灣的民眾收費 聯合國的活動 如果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收費 美金計價入程收費 對不對 我去參加聯合國的MGO很多活動 那個飛機自己搭去 對不對 門票還要買 門票還要買 官一桌大 你是什麼官都一樣 門票都要進去 都很多錢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 這場國際會是在美國辦的話 在資格展辦的話 那是美程的收費 門票很貴 是不是 所以我常講 不是聯合國 不是聯合國 對台灣沒有興趣 是你們台灣民眾 根本對聯合國自己 就沒興趣了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是一眾心常 因為十二年前 我在辦WHO溫泉的時候 就很清楚了 那時候講WHO 民眾都不知道 官員全部清楚 清楚嘛 對不對 但是官員認為說 我沒有進入WHO 所以我也無力掀傳 後來我們變成觀察員的時候 這幾年 因為馬政府 真的 感謝馬政府 這個WHO變成觀察員 我們整個國家的人間度 才高了 民眾對WHO 世界衛生組織 才知道 才知道說什麼 叫世界衛生組織 那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有權力義務了 是不是 才清楚 那我們台灣的醫療 才能夠在世界裡面 國際世界衛生組織發生 參與 有些國際醫療計畫 才能夠放進去 你是國際組織的議員 你就能夠發生 你可以提案 如果你不是會員國的話 你連講話都不行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說台灣民眾 其實對國際的運作的角度 其實基本上真的是 真的是很淡化很淡 我常常談來跟你講 真的淡到幾乎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們 不是不願意在台灣努力嗎 而是我在台灣努力 我看到的這個結果 有時候我也做不下去 我這個會議 我這樣的一場會議 人家人民幣50萬 在杭州辦是兩千兩萬 一個人最起碼要台幣 台幣要兩萬進場 台幣要兩萬才能進場 也就是說你們每一個 在坐在這邊 已經省兩萬塊台幣了 對不對 我把這個speaker 拉到杭州辦還是一樣 分場論壇還是一樣 我要繳十萬 五十萬的民費 進場的人 要加兩萬台幣 是不是 才能掛臉很多 給你鼓勵一下 好不好 用一個鼓勵 我就告訴你們 來高興一下 對不對 回家睡覺 就覺得睡得比較淺一點 因為十二年的努力 我跟陳王中 以前這些 我們花 我們那一場 我們大概搞了 最起碼五百萬台幣 真的 我在台北醫學大學辦 台中醫學大學辦 台中醫學大學辦 進場不敢收錢 真的 我說要收錢 我跟主辦單位講 我錢務我負責 因為我不敢收錢 真的 然後到高雄醫療史 要維護 文務中心的時候 高雄要求要在公家機關辦 列入管制 因為他懂 高雄施政不懂 他說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真的是聯合國 所以要求我們不准在探店辦 要在他們的管制辦 管制就變成那個歷史文物 歷史文化 要求我們這樣 要配合高雄施政 我也支持他 十二年前 有沒有 那國關上派的 國關上派的那個 自然醫學研究所所長 莊惠來組織 那莊惠夠資格 因為莊惠是美國 以前衛生部的官員 他知道這個是聯合國 不是開玩笑的 他幫我組織兩天 寸步不停的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看台灣民眾要講 WHO 或是聯合國 不知道怎麼 或是從何講起來 講的第一個 你好像你遙遠 民眾跟聯合國很遙遠 民眾跟WHO很遙遠 那我們講的 怎麼講不好講 我告訴你 我在中國大陸 北京上海 寒州只要講聯合國 那邊的民眾是這樣 民眾說 我們在聯合國 哇你在世界衛生組織 扮演這個角色 而企業界都知道 企業界說這個不簡單 然後如果叫他們贊助的話 就是某個大批鈔票來畫 承辦協辦 你懂什麼 這是中國啊 中國的國際 每個民眾對國際的定位 是這麼清楚 我們台灣竟然是 民眾是這樣的不清楚 我說有時候真的 不知道講什麼話 不知道跟台灣民眾怎麼講 就是說 講不下去 講不下去 好像就是我們台灣民眾 講到話 就是說你在湖裡面 滑船滑了一輩子 突然看到高山距離 不知道怎麼叫山 你怎麼知道 你不會表述 我們要表述 又太遙遠 所以我是感覺上說 也希望 所以希望這樣的活動在台灣辦 然後免費的角度 讓台灣民眾能夠參與 你們大家也要多支持 而且你們出氣的時候 你們要大聲講 就是說 你們參加了 最起碼聯合國的活動 是不是 是 驕傲 對不對 台灣民眾能夠 我們能夠參與聯合國的活動 拉到台灣辦 這不是一種驕傲嗎 是 我們民眾自己要努力 我們不能因為這個政治的問題 政治是他們 政治是政府的事情 我們一定因為說 政府現在因為說 哎呦 我們辦聯合國 活動 我們是台灣政府主辦 他就好像不太關心 那我的角度 我也不太想智慧他們 因為智慧台灣政府的話 對不對 他也很無奈 他要參加 他也不太敢來參加 我會騙你 真的 我已經去參加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的 世界政典的大會 一百多個國家 一百五十個國家 我告訴你們 這個拍照 我對台灣的政務 說不敢道歉 不論是國民黨 民黨其實都一樣 你們不能怪他們 這國際現實的問題 絕對是現實的問題 我幾年前去參加 世界政典的國際會議 在德國開的時候 我在裡面開會 然後我們外交部 是坐在警衛室 外交部派兩個在警衛室 想進去進不去 我去拉桌椅 從裡面拉桌椅上坐 我有拍照 我有拍照 我要回來給台灣 我後來請外交部看 外交部會講說 說理事長 你也知道台灣外交的困境 你這個影片不要外流 是不是 我坐在裡面 拉兩個椅子出去 讓他們在警衛室坐 連警衛室都不理他們 台灣兩個外交人員 那我是不好意思 我是台灣在聯合國 世界政典開會 英雄開會 我不能對不起台灣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 為台灣的外交攻擊 努力了很多 也發聲很多 也出錢出力 對不對 像成王中 我們這樣前12年 500萬 在外面那個 有一個叫田老師 罵死我了 他說500萬 可以買個房子 你把我的房子 你把我哪天買房子的錢 去辦一場 辦了一年活動之後 500萬就花掉了 是不是 跟我吵架 現在不會吵架 現在是 現在可能說 看到有點成果了 有點成果了 對不對 這是我的心聲 因為我太太 出錢出力 開那個養生館 對不對 要賺錢 要出錢出力 很多公益活動 都要贊助 是不是 他贊助要看到結果 千幾年看到結果 現在稍微看到了 那千幾年 我帶他到杭州來看 哇 這種政戰好像一輩子 沒看到過 將近快100個國家大使 都跟我吃飯 跟我聊天 聯合國也跟我吃飯聊天 而且那些人看起來 那些人 連中國大陸 你再有錢 都不能跟他靠近 這不是很現實喔 我在這個 跟大使吃飯 跟聯合國吃飯的地方 就算你有1000億 你也不准進來喔 你是中國豪富嗎 你很有錢 你有1000億 不好意思 在外場 不准 裡面有所謂 不准進到內場 跟這些人吃飯 那我一起很有榮幸啊 對不對 我這邊很有榮幸 可以跟聯合國 可以跟吃飯 可以跟其他國家 一塊吃飯 對不對 可以聊聊台灣 哪邊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不錯嘛 那最起碼我們外面 那個田老師 看到了 聽到了 那最起碼現在比較支持 對不對 從反對到支持 我這也是一路革命啊 家庭革命到決戰 不容易啊 我叫家庭革命 家庭革命 謝謝 所以我 大家我們覺得 這個一路走來 一路走來 其實還是很感謝台灣 一些 一些外交上 還有一些內政上 還有很多委員上的支持 真的 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 沒有他們的高度的 瞭解的話 有時候我們的政策也不容易 可以得下去 尤其我覺得這五六年 推觀光力表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黃昭順委員 真的 那在背後的支持 的力道真的夠 然後讓我們在觀光力表上面 走出了一條路 所以我常講 沒有南進西進的問題啊 因為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 執政黨犯了之後 我們就沒有南進啊 像我們高醫師要發表 我們五六年來做的 一眼來的觀光力表啊 請問 那個 有沒有完全西進 沒有嘛 我們也南進了啊 對不對 在馬政府執政的狀況 當時像我們也南進啊 也往 越南也投資啊 而且 而且生技產品也賣到 賣到越南去了啊 是不是 所以 不是沒有南進西進的問題嗎 常常到哪一邊 有錢賺 政府不支持我們 我們就往哪個國家走 好不好 在此是以重慶場 待會大家有時間 但是 覺得今天還小說 好不好 感謝各位之前 那我們是 我想時間也不是很長 但是我想我們 介紹一下我們的 高柏青醫師 好不好 高柏青醫師 然後我們的 承辦單位 在台灣的承辦單位 我找不多啦 很多人 很多人想加入承辦單位 但是因為基本上 有時候掛聯合國 不太 不太方便給他掛啦 所以我們還是 他那個 生理協會的 張彩銘理事長 張彩銘理事長 最支持我 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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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要感激他 也要感激他 也要感激他 好不好 那再來我們請那個 吳東龍 吳東龍先生 他也很支持我 吳東龍先生 他也很支持我 吳東龍先生 所以說 官方他去 他去 去公關一下 去用他的外交的職域 去應對的時候 是非常好 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顧問 世界養生委員 為台灣的顧問 我們的賴影如小姐 您是 他目前還在 我們台灣的公家醫院 裡面認知 認知 然後又在 睡眠彼子協會 裡面當秘書長 坦白說真的 我很少看過 這麼優質的女士 真的 我這20年 很多公務單位的 來往 要看到那麼熱心的 公務人員 真的不多 在民間的協會 在做這些政策的時候 他們很支持 而且也很鼓勵 而且也集中推廣 這個不容易 一般都是 公務人員就比較冷淡 對不對 就把分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他不會去管身外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是 都是有採集的 他是那個商檢局的檢論官 其實我們很多都是要他認證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 是啊 好不好 好 我還是震動一下 我想我們大家 沒關係 就是我們延到中午 中午會議 也到中午都沒關係 大家就來了 我們就是把一些貴賓 對不對 還是讓他們三分鐘支持 那我還在請我們 黃昭順的主任委員 你還是要幫我們支持 因為我們最感謝你 我們最近的光光議員 是有來於委員的背後的支持 我們才今天有這個成果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你們 委員為我們支持 周理事長 各位理事長 各位學者專家 來吧